大家好,我是来自小红窗团队 我眼前是我们在侧面开了个大门口 开大门口之前我们把 准备工作先做好 一是在开大门口的位置把我们的场地 平整一下 平整了一下之后 我们填一些砖渣,做个路面 这个路面和我们这个外边的主路是平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挖槽的时候一定挖深一点 把这个砖渣填进去之后的压石 上面浇混凝土 编钢丝网片浇混凝土 这是我们挖土的现场 然后在侧面 侧面是我们地库的一个外墙 因为外墙我们回填之后 防水卷材和地库顶满 顶满这一块防水卷材没有胶壁 所以说我们再次把侧面挖开 卷材露出来清理好 把这上面的卷材和下面的卷材交圈 交圈之后 我们再重新回填上 加上这个保护板 这是泡沫板保护板 再把它回填上 这眼前是我们在清理卷材 现场的非常复杂 各种材料都要有 我们清理的时候务必要清理干净 仔细的清 就像我们刷自己锅一样 边边角角不要刷干净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质量 后面已经清理干净了 等 等这个清理干 等清理完之后 我们可以 这个集中施工 这侧面就是我们卷卷材上面粘的 还有泥土 我们一会 还用把这个扫把扫干净 扫干净之后我们就可以粘贴了 现场复杂没办法 施工现场就是这样的 尤其是在细部的细部操作的时候 非常复杂 大面积施工 大家都会 但是主要看细部 细部质量做得好 这个工程绝对没问题 这些边边角角 细部的问题也是最费工的地方 这没办法 每一个工地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施工的一个现场 想了解更多是现场视频的